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希腊与债权人的债务谈判迟无进展 欧盟支委会主席永克 指责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扭曲国际债权机构 让希腊以改革换取金元 以免导致的提案 要求齐普拉斯在周三会面前 提交经济改革方案 苹果知火家庭平台HomeKit手段 终端应用产品问世 7月号新一波国际知名品牌产品上市 瑞育 联发科 中保 健准等业者 渴望受惠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测 印度2015年度经济将成长7.3% 表现强劲且稳定 主因投资回升 2016年将会提高到7.4% 是金庄国家中唯一的成长亮点 不仅GDP成长率亮眼 多年来盘旋在10%以上的通膨率也已经减半 经厂账逆差所少 微软看中物联网带来的各资与企业资安需求 立功生物辨识应用 Intel Google 与苹果也全力开发原脸辨识系统 相关应用厂商商机大开 包括预创 原项等研发体感互动晶片的IC设计业者积极投入 新唐人亚海电视 蒸丽报道 我们以后再都会拍资 我们开始拍资 这种地方应该是一种 找双方吉利 我们都可以拍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